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国语晚间新闻 是由明瑞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石家堡男性长者失踪 后被发现倒闭在寓所附近的楼梯间 英国一个航空交通管制中心 因电脑故障关闭伦敦整个空域 导致客机升降严重受阻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是2014年的12月12号星期五 欢迎您准时收看今天的国语晚间新闻节目 首先还是来关注本地 总理哈珀至今已经一年多 没有和安省省长维恩会面 但就在昨天晚上与上任只有一个多星期的 多伦多市市长庄德利会晤 哈珀是在昨天晚上 在密西沙加出席完活动 准备乘坐飞机离开时 在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和庄德利进行会谈 根据庄德利在推特社交网站账户的留言 两人讨讨论到交通和运输 就业 经济以及房屋等议题 庄德利形容 此次是首次以市长身份 与总理哈珀进行的正式会谈 安省执政自由党省长维恩 在著名日期为12月11号的信中 要求与哈珀会面 指出两人上一次面对面会谈 已经是在一年多前 事隔太久 他认为总理和全国最大省份的省长 应该有着合作而非对抗的关系 哈珀较早前回应维恩发出的 另外一封同类信件 建议维恩 如果有任何特别议程想讨论 可以与内阁部长会面 国际油价下跌至五年半以来的低位 而汽油零售价也进一步回落 在油价昨天跌穿60美元一桶收市之后 大多伦多地区今天早上 多数加油站的普通5000汽油零售价 每公升100.9分 较昨天下跌3分 根据guysbody.com 本国的平均汽油零售价 处于略高于104分1公升 较1700前降低超过5分钱 约克区万锦市今天早晨发生交通意外 重伤男子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 警方称该名32岁男子 在上午大约7点半 在Steels Avenue和Townson Road交界地区 被一部SUV多用途汽车撞到 据现场消息说 受害人被撞之后 飞毯大约15公尺坠地 头部受重伤 相信没有生命危险 在案发之后 最接近现场的一架皮尔区救护车 将伤者送往新宁医院抢救 警方一度封锁现场调查 受影响路段 不久之后重开 石家宝一名男性长者昨天在雪豹中失踪 警方随后在该名长者居所附近的楼梯间发现了他的尸体 据悉 岸中的80岁男性长者Philip Fan神志不清 据他的儿女称 该名长者无法与人沟通 他居住在McKellan Road加Shepard Avenue East附近的一栋公寓 警方称 发现尸体的楼梯间没有积雪 但楼梯上非常湿滑 怀疑死者曾经摔倒 另外 死者身上没有穿大衣 半年前 该名长者曾经走失 后被人在Scarborough Town Center发现 此次再度走失 家人立即报警 警方展开搜索之后 曾经召开记者会 呼吁民众帮助寻找 然而就在记者会后不久 失踪者的尸体 就在其居住的公寓附近的楼梯间被找到 北施省宿里残杀女童并用汽车运尸案 警方昨天公布8岁死者及其母亲的身份 并以二级谋杀罪对其母亲提出检控 警方目前并未公布行凶动机以及死因 北施省整合凶案调查组发言人表示 前日在宿里汽车尾箱发现的幼童尸体 死者为8岁女童地根巴斯通 而被捕的女童母亲丽莎巴斯通 已经被警方控以一项二级谋杀罪名 41岁的被告昨天在宿里省级法院过堂时 在被告栏中泪流满面 他的辩护律师并未出庭 法官则要求他接受精神状况评估 下次出庭时间为本月18号 遇害女童的生父盖布巴斯通 昨天在沃泰华接受传媒访问 对爱女惨死的噩耗感到非常悲痛 他称自己六年前与丽莎巴斯通离婚 从此与爱女分隔两地 女儿每年会飞至沃泰华四次 魁省33岁华裔大学生林骏 被杀及肢解案 遗凶马尼奥塔被控一级谋杀 等五项罪名的审讯 经过两个多月的司法程序 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控方今天完成结案陈词 主审法官原本希望明天下午 就让陪审团展开退庭商议 但最后决定休庭至下星期一 才向陪审团做出指引 审讯9月底在蒙特利尔展开 法官当时称 马尼奥塔已经承认杀人 陪审团的工作是要判断 被告犯案时精神状态 辩方律师一直以被告 患有精神分裂为理由 认为32岁的马尼奥塔 无需要为本案负上刑事责任 好了 家国新闻之后 我们稍事休息一断广告 广告之后 将为您带来国际新闻 天宝旅游提供专业旅游服务 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 在北美与中国共有12个分社 避免接待能力强大完善 致力发展网上旅游消费 足够出户完成机票和旅游团预定 保证您自由出行 网络空间风采无限 天宝旅游 让您的人生旅途更精彩 部分2014车型更有多达6000元的现金回赠 机会实在难得 12月13日下午1点到5点 1点到5点 记得要来 5396号highway7East 马尼奥文东北角的Longman's Markampia了 肖克 你不要跟我这么见外 我发现自从上次你帮我修所之后 似乎的刻意给我拔出去 地狱症发作就是这个样子 老是觉得周围的人都想害他 刚才说的都是气话 你可别当真 行了 行了 你赶快去追吧 叫妈出事了 你是七月大孩子的妈 孩子吃个大伤 你都不管不问 你就不吃了担心的 我的心跳得好急 好真实 我觉得 我对他动心了 是因为 没救 你手上的 这条手环 应该是独一无二的 每次想到公主的时候 我都觉得很幸福 我很喜欢 很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欢迎回到晚间新闻 为您带来国际方面的消息 英国一个航空交通管制中心 因为电脑故障 关闭伦敦整个空域 导致客机升降严重受阻 目前航班运作正陆续恢复正常 英国国家航空交通服务公司称 由于英格兰南部 史文威至一个航空交通管制中心停电 当局是要限制进入英国空域客机树木 经抢修系统后 很快已经重新开放伦敦空域 并逐步恢复正常航班升降 在故障期间 伦敦西斯罗机场 一度暂停航班升降最少一小时 盖特威克机场也暂停客机起飞 其他机场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美国西岸遭受近年最为强烈的风暴吹袭 北加州等地爆发水灾和停电 最少两人死亡 在旧金山市超过20万户没有电力供应 多处停工停客 风暴其后吹向南加州 洛杉矶等地启动防灾措施疏散居民 加州沿岸宣起的巨浪 有两层楼般高 强风吹断部分电缆 旧金山近23万户无电力供应 消防出动是因为部分供电系统的变压器 受突然停电影响而爆炸 市中心情况混乱 交通灯讯号暂停 机场多次航班延误或取消 无暖气供应 多个地方停工停客 华盛顿州同样天气恶劣 有岸边的房屋整栋倒塌 民众说暴风雨比想象中来得快 这股暖湿气流沿着美国西岸南下 影响多个州份 为当地带来近五年来最强暴风雨 此次吹袭加州的暖湿气流 被称为波罗快车 是一种大气气流 经常会在美国的天气报告中出现 至于为何这种大气气流 会被称为波罗快车 一般的说法是因为这股气流源自夏威夷 当地又盛产波罗 因而得名 再来看 意大利全国超过50个城市举行示威 抗议当局的劳工政策剥削工人权利 在米兰有示威者投掷爆竹 现场冒出大量浓烟 示威者除了工人 还包括学生和社会团体成员 在国内两大工会号召下 意大利全国有50多个城市 举行长达约8小时的罢工示威 抗议当局削减开支 及进行劳工市场改革 认为会令企业更容易去解雇工人 受示威影响 国内多处地方交通混乱 学校港口等要被迫战事关闭 总理伦奇为财政护航 表示政府为解决高失业率 以及经济复苏 所以一定要进行改革